這個是不一定的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是說 你只要有心對你有關注的領域 長期的去經營去研究 那其實你都可以跑那一方面的行為 那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如果你跑農業的新聞來講 如果你只是跑貨會執障 就會覺得發生那個太過零碎了 就是當假設一個東西 比如肉品 像我舉個例子 好像這幾天有個新聞就是說 那個臉霧是藍色的 就是有的大家 就是用那個什麼衛生紙去擦臉霧 發現衛生紙上面怎麼會有一堆那一個 就是那種紅色的紫色的東西下來 然後就說那個是染色的 那其實 那我就 這個議題我就去求證那個 就是國內有做這個 臉霧育種的專家 他是在高雄區那裡也沒有很常 那我就問那個廠長 那廠長 那廠長就覺得說 對這個新聞覺得很不知 因為就他們的專業常理去判斷 你要把 因為那個臉霧上面有一個蠟子 那如果你要染色上去的話 把那個顏色怎麼噴得均勻染得上去 那如果 那你就要泡那個色素藥水 那你泡下去 那裡面的那個果肉一定也會被咬進去 那怎麼會 那怎麼看都不太像說 可以染色然後賣的賣相 這樣 然後他 他就說 那我就問說 那你對那個報導覺得很有問題 那你要不要發起一個就是 到底那一個人 到底買到所謂褪色的臉霧在哪 你要不要就是 請大家送到 牙羊廠去鑑定 那就那個廠長就跟我說 這個 因為這個臉霧已經在市面上了 所以那個已經是歸史館數據館 就歸我一名廠 這樣子 就把它推掉 然後可以想像 可能 對公務員來講 他覺得那個業務 就是跟他無關 他不要去懶事情 這樣就好 對 可是對我們一般讀者 消費者 不會這麼想 對不對 就是說 我也想到那個一定是不是生產端 還是 還是你的盤上 上面那一端 到底前面動了什麼手腳 對 我一定 如果我對這個狀況 有不了解的時候 我一定會有這個懷疑 那其實你農政器官 是不是就應該要 跳出來 去把 去整個去釐清 這整個過程 所以說 如果我們那個 跑新聞 也是跟著他們那個 政府單位 幫你怎麼畫 切得這種乾乾淨淨 那其實 就會很習慣 一個新聞就 就是好像寫到一半就斷掉了 可是你的讀者 絕對不會只滿足 這樣子的一個資訊 這樣子 那所以 像 我自己個人以前跑 在報社跑農業新聞 其實我最早 是想要跑環境新聞 那時候 那時候 因為那個我同事是 豬鼠圈 他已經跑完環保水 也很久了 那所以 那剛好 那個農委會這條路線 就 就空出來 那我就想說 那我去跑農業 那 我很多的農 農業的議題 其實背後 就是一個環境議題 其實 因為從食物切進去 然後去看那個環境 發生了什麼變化 那其實是 就是 對大家來講 那種貼近性會很高 譬如說 像以前有寫過一個新聞 就是那個綠牡壁 就是 其他是一個 農委會 業署的委託研究報告 他去 委託那個 台大還有海洋大學 他們去監測 幾個就是 產區 比如說那個 新竹香山外海 然後 彰化網工 然後 然後 還有 露爾文 這幾個區域的 那個 重金屬 大概 那個 牡蠣裡面的銅離子 或者是 新離子的含量 然後你就會發現 他因為他是監測一年的 就發現 新竹香山的那個 銅離子 牡蠣裡面的銅離子含量 都特別的高 然後而且 又是其他區域的可能性 幾十倍 甚至還有幾百倍這樣子 那其實那個 那個就突顯出 那背後是不是有一個環境的問題 為什麼會有這個 像散熱率牡蠣會這麼 問題會這麼嚴格 而且到冬季 好像 某些時間 那個海流的狀況 會 他在冬季的時候 那個銅離子會特別的高 然後 後來去分析的結果 他 那個研究專家 又分析 他們 過去監測那個 牡蠣的銅離子變化 比如說 二十年好了 然後再去回推說 其實新竹的竹科 或者香山工業區的發展 差不多也就是 那個時間起來了 所以就是你會看到 那個竹科 起飛的時候 剛好也是那個 香山綠 努力 那個竹皮質數量 增加的時候 這樣子 那你就會看到 那其實這個 科學園區 對我們的環境 造成非常大的突然跟影響 那即便他平常跟你說 這個 我的放流水 都是合格的啊 那可是其實 你去監測環境 這種底氣生物 比如像這種 努力啊 文革啊這種 因為他都長期固定在一個地方 然後 會吸收那邊的環境的這些變化 所以他其實是 非常好的一個 那種環境生態的指標 去反應 這樣子 那其實這個就是 就是說 他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 那一個農業行為 而是跟食品 然後跟環境有相關的 那所以 那我舉農業為例子的話 就是說其實 你要做一個農業 跟有關的新聞報道 其實 你的日常生活 腐蝕皆實 那譬如說 從日常生活 從產地到餐桌 很多跟農業有關 所以大家可能最關注那個農藥 有沒有殘留 或者是這個 這個動物 魚啊 或者是這個肉啊 抗生素的狀況 有沒有超標這些 那其實像 下雨如果有小孩子 是吃這個學校的營養午餐 你可能會更關心說 那學校的營養午餐 這幾年 大家如果有印象 前年那個 新北市的那個 營養午餐必案 那 那其實 我們那時候也做了一個報導 但是我們報導 跟主流媒體是非常不一樣的 就是那時候 一般主流媒體大概 都是著重在那個 必案的部分 那寫相關的新聞 都是好請教的記者在寫 那就 他寫的劇情 都會著重在說 啊 那那個 這些什麼收會的 校長收會的情節 或是 這個廠商行會的情節 然後怎麼樣 都會寫得很 很熟動 那其實 如果你是從一個司法新聞 去解讀這個現象的時候 那當然這裡面 就有很多 有司法人權上面的問題 檢要辦案 他是不是 用一用什麼 那種 欸 引誘式的訊問 或是什麼 造成那一個 就是這些校長 就是可能 呃 也許事情上 沒有文明有種 但是他 被扣了一點很大的 然後是這樣子 這個是司法新聞的角度 但是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大一個尺度來看 你會覺得 奇怪為什麼 這個營養午餐 常常都傳出 有這個 農藥減出過量 或者是這個 他的肉丸啊 用貢丸 有什麼瘦肉筋啊 什麼 這一類的事件 不斷的發生 那這時候 你去追 你會發現 原來 是不是這個招標制度 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 你看那個營養午餐 一天一餐大概才 假設 現在台北市 大概是45 45到50塊 新北市差不多 就是40到45塊 那你去一些 比較鄉村的地方 就是外縣市 它更便宜 可能一天一餐才 30幾塊 那你聽到這樣的一個價格 你就想 我們平常吃一個便當 最 50元 最最便宜 你聽到也要一個50元便當 那為什麼學校這種餐 這個 餐廢這麼便宜 那 然後這麼便宜 你可以吃得到什麼樣的食材 那其實就心裡會打一個問號 然後再去了解說 這個 它的招標制度 招標制度 可能是有些用那個 最低價標去得標 就是說 誰出的那個 價錢最便宜 那廠商就去得那個標 你會更 一方更想到不可思議 就會開始去 關心去追蹤 到底那孩子 吃了這個營養午餐 那他的食材 是什麼 什麼東西做的 那 可能 你會以為說 那個 就有些家長他就會去追 然後發現說 奇怪 看那個菜單 你說有什麼 蝦仁炒蛋 結果沒有蝦仁只有蛋 或是蝦仁只有一兩粒 然後 或者 瓜子肉 就是 好像 沒有什麼肉 都是那種瓜子 都是加工的 然後 酸辣湯 你會發現去去查 你去看那個湯筒 奇怪那個 沒有什麼料 然後 可能有一些蛋瓜 然後但是 那酸辣湯是用那個湯粉倒下去 那那個 到底 那那個湯粉是用什麼原料 是品牙物做的 你不知道 那其實這裡面就有很多 你就會有很多問號 那其實你就這樣一路追下去 你就會發現 跟我們日常生活的一些 常態是非常不一樣的 這些問號就會 一直不斷的產生 那其實這些有問號產生的時候 就會 就是 做這個報道去追蹤 一個很好的題目來源 那還有像一些 比如說 農業新聞就跟社會公益有關的 就像獨地正義啊 比如說 不管是大火蒙地事件 或者是中科二四期 或者是那種什麼 中南部 這種雲架地區的地層下陷 那雲架地區的地層下陷 大家都把那個原罪歸外給說 是那個農民操搜地下水 裡面就是 種水稻的時候 你抽地下水去灌溉 然後所以造點地層下陷 那可是 如果你深入去追 你會發現說 那個其實 造成雲架地區地下水 地層下陷的那個主因 農業未必是最主要因素 那你當然會說 過去那個沿海揚殖餘溫 有操搜地下水 那過去可能二十年前 十年二十年前是這種狀況 可是 現在是不是還是同樣 它是用淡水養殖的 它可能已經有個轉型 變成它沿海水進來去養殖它 那為什麼地層還是持續下陷呢 那你就去找資料 或者是去分析 深入有救 你會發現 其實那個 在雲家地區有很 第一個 大家直接會聯想到 是那個離島工業區 就是六青去搶 搶了桌水吸的水 我們都到離島工業區 又請它去使用 然後農業的用水就被剝奪了 讓他們 補助地下水的水門就少了 這是其中一個 那還有一個就是 像雲家地區有一些 所謂那種工業大戶 工業大戶可能 包括像那個自來水公司啊 或者是有一些農田水利會 或者是有一些非法工廠 它其實打的那個水井更深了 就是說一般 因為農民比較窮 那它要打那個水井 它可能只打到地底下 大概三四十公尺左右 就是那個地下水層 它能抽水就可以了 因為你打的越深成本越高 那它重到過馬上 可是這些工業大戶 或者是一些違章的工廠 它可能打的是 那個深度是一兩百公尺那麼深 那一兩百公尺的那種地下水 其實是可能幾十萬年前所累積的那種地下水 然後可是 被林這樣一抽出來的時候 它又沒有辦法那麼快補助進去 那其實就是 對於那個地層下限是有非常大的影響 那還有就是像那個 大家會講說高鐵地層下限的危機 然後就是說 那個雲家持續在下限 所以那個被 大家會擔心說 是不是被高鐵的行車安全影響 可是 那個高鐵它的那個塔住 集裝它是打到地層下大概 七七十公尺那麼深 那有一些農 一般的農田 單純抽水管 它是抽三四十公尺 深的地下水 那其實照理說不應該會對那個地層下限造成很大的影響才對 那 那所以這個有時候新聞 一般的新聞 很快的去規則說 這地層下限或是影響危害 高鐵行車安全是跟那個農田臭地下水 有很直接的關聯 那其實是過度很快的去推論 那其實到底去調查原線到底有什麼樣的工業大戶啊 然後甚至之前有講說那個雲家地區的土壤地層是非常的那個鬆啊 所以你任何很大的開發 比如說工業區的開發或者是那種交通就是交通建設 其實它會一直不斷的去 因為它非常的重啊 它不斷增加地表的負債 那其實它也是會 那你那邊的開發 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其實就是一直在增加那個地表的負債 讓它下限 然後就會影響到高鐵的行車安全 那其實這些資料其實在 你如果 就是上一些資料過去查 其實慢慢都可以找到 那這個也有下次上課 可以跟大家分享資訊欄 這樣子 那還有